接下来咱们继续玩下去看 刚才我们已经把服务器搭完了 搭完了并且已经在线上运行了 那要知道我们搭建的这个程序 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去访问的 而是由谁呢 是由微信来去访问的 就像我们这样来跟大家去强调的 我们要做的这个开发 这个东西是刚才咱们所搭建的好的服务器 专门来去接收从微信发送过来的消息的 我们现在已经去把这个配置信息 告诉给微信服务器 然后呢微信服务器也认可我们了 那接下来呢 当我们给这个特定的公众号发送消息的时候呢 那微信就会把这个消息转发给我们 所以呢接下来咱们来去看一眼 我们先去做消息绘画的这个东西 所以咱们看一下消息绘画 消息绘画当中的话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当我们一旦把这个UIL在这里面配置成功之后 微信也认可 微信在认可之后呢 那接下来只要是用户向微信公众号发送的消息 或者说是执行了一些其他的行为 你比如说点击了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的某些菜单的话 那微信服务器呢 通通都会像我们刚才所写的这个网址上面去发送请求 而且呢它会是以post方式把关于用户的那个具体消息发送给我们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我们接下来只要在对应的这个网址里面去写相应的逻辑 收到用户请求 收到微信转发过来消息之后 做相对应的处理操作就可以了 所以呢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那它怎会怎么去发送呢 我们首先先来去做的工作呢 就是说我们在后端的程序里面 也就是说在咱们所写的这段程序当中呢 能够专门用来去接收微信向我们推送过来的用户向他发送的普通的消息 这普通的消息包含哪些呢 就相当于你在关注了一个公众号之后 你可以向这个公众号里面去发送普通的文本消息 可以向他发送什么东西 还可以向他 你可以向他发送普通的文本消息啊 图文消息啊 语音消息啊 就相当于你在公众号当中 你扮演一个普通用户 然后你向公众号去发送的这些的类型呢 微信通通的把它叫做普通消息 这些普通消息呢 微信服务器都可以转发给我们 刚才咱们自己写的那台服务器里面 都可以转发过来 那我们现在来看哪个消息呢 咱们就先来看普通消息当中的文本消息 其他的这些其他的类型呢 跟普通的跟这个文本消息都是类似的 文本消息就是指的 你在公众号当中 在输入框里面写的那个文字 发送过去的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如果说当什么东西呢 当普通的当这个微信用户 像我们刚才所见的这样的一个公众号里面 去发送了一个文本消息的时候呢 那微信服务器 它会怎么做呢 它会把这个文本消息以post的方式 然后呢 发送到我们刚才所遇到的这个网址面来 所以这时候要注意 它在转发的时候呢 就不跟刚才接入的时候一样了 刚才接入的时候呢 它向我们发送的是盖的形式方式 而现在在转发消息的时候呢 还是同样的一个网址 但是呢 它是以post的方式发送过来的 而且post过来的数据呢 是什么样的格式呢 在它post过来的这个数据的 请求体当中呢 包含的是XML格式的数据 是这样的格式 它是以XML格式的方式来描述了 到底是哪个用户 向这个公众号发送了什么样的消息 这是关于这样的点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哪一种方式是XML格式呢 XML格式是不从来没见过呀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对应于这种方式呢 就是一个XML格式的 XML格式的话 你看一下 是不是跟HTML是很类似的呀 对吧 是不是很类似的呀 HTML格式的话 是不是也是兼顾号当中包含HTML 然后里面再是HID HIDER 然后再对应的是BODY 再回顾号BODY啊 对吧 所以整个SML格式呢 跟这个HTML格式是类似的 XML这种格式呢 也是一种传输数据结构的一种东西了 你现在来去看一下 它怎么去做呢 这种数据的格式要求最外层一定是包含的是XML 是这样的方式 而且呢 起始跟闭合的话也是跟HTML是类似的 起始的是兼顾号HTML 那闭合的时候呢 就是斜线作为闭合 然后呢 中间就代表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标签里面包含的具体内容了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标签里面包含具体内容的时候呢 还是可以分为一个一个对应的段落的 就相当于在这个数据里面呢 有一个数据的名字叫做ToUserName 然后呢 这里面的键值度的话 仍然也是通过这样的标签 必须有一个起始 还得有一个闭合 在XML当中跟HTML一个区别 就是HTML语言里面 是不是不一定非得有闭合呀 你比如说Input的数据 是不是就没有闭合呀 但是在XML当中 所有的东西必须全部都得有闭合 没有闭合的话 它是一个非法的格式 就是说是错误的格式 所以相当于在这里面有一个字段 它叫什么呢 叫做ToUserName 然后呢 就必须得有一个闭合的 有一个字段叫FromUserName 它必须也得有一个闭合的 然后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那在闭合当中 这里面所对应的具体的数据值呢 就是一个 它所发送过来的一个内容了 比如说 现在有一个用户向微信发送了 微信接下来就把它转发给我们 转发给我们之后呢 微信就把这个消息呢 包装成这样方式 里面就包含了这个东西是给给谁的 ToUserName 这里面代表的是公众号了 是给哪个公众号的 FromUserName代表是从哪个用户发送过来的消息 然后呢 还有CreateTime代表是它这个消息创建的一个时间 是一个时间是整数 还有一个MessageType代表的是这个消息给你发送过来的类型 这个类型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刚才我们所说的用户向我们发送过来的消息的时候呢 可以是以文本的方式 可以是发送过来当图片 还可以发送过来语经或者视频或者小视频等等 到底是哪种类型的东西呢 在这里面 这个MessageType的时候呢 会向我们去指明 还有一个Content Content代表的是如果发送过来的是一个文本的资源消息的话 在Content当中包含的就是用户所填写的那个具体的内容了 还有一个MessageID MessageID呢是微信在去维护这些消息的时候 给每一个消息数据都会起了一个编号 这是微信所去维护的编号 每一个消息它的编号都是不唯一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MessageID来去判断 到底是同一个消息呢 还是不同的消息 这是关于这样的点 所以呢 这样一种形式呢 就是XML格式的数据了 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在进行解析的时候呢 要按照这个XML格式来进行解析 解析之后呢 才能够拿到具体的对应的一个字段 这是关于这样的点 那在这一点当中的话 我们现在呢会发现 原本你看一下MessageID这样的一个字段当中 包含的内容值是跟上面不太一样啊 对吧 这样的MessageID当中所包含的就是这个字段的值呢 就是一个起始的标签跟一个结束标签中间包含的是关于这个字段的内容 相当于MessageID是一个字段 它的值是多少呢 是这样一个值 然后再来看上面的东西 content 这东西也代表的是一个字段 当中包含的这一部分 是属于content的 它这个字段的一个值 那这个值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你会发现这个值包含了一个碳号 这个方括号里面 cdata 然后再方括号里面才是东西的吧 那这样的一种语法是什么样的语法呢 这种语法是xml方式语法 它的一个意思就相当于 你可以理解为是转译一样 因为我们发现了 你要是在这里面 你发送的内容当中 如果你发送的这个内容里面 比如说在传送的消息的时候 比如说把它拿下 你把它拿掉 如果传送的消息 别人在发送的这个消息当中 那个消息的内容 比如说那个字段的内容 它也包含了这样的一个监括号 那你说这个监括号 是不是就跟xml格式的监括号 有了一个企图了呀 对吧 就相当于会被xml进行理解的时候呢 就会有误导 所以这是我们之前所说的 那样的一个转译 是相同道理 那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监括号 碳号 方括号 这样一个语法 是专门xml的语法 那它这个语法的意思就相当于 凡是在这个碳号 方括号 cdata 然后方括号 里面的这部分内容 就相当于凡是这一部分的内容呢 它统统的就是最原始的内容了 哪怕这个内容当中有监括号 这里面的内容的监括号 也不会被理解为是xml格式的 这样一个标签 这相当于是保留最原始的东西了 你哪怕有 我也不会被你把它理解成是参与到监括号这样的运算了 只关于这样的东西 保留原样 那这个意思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所以这是我们所去说明的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xml格式在之前的时候是很流行的一种格式 在json那种数据格式还没有流行之前 我们之前在不同的前端跟后端进行通讯的时候 你双方如果不太统一 编程语言不太一样或者是平台不太一样的话 那时候呢大家都习惯是以xml这种格式来去传输数据的 你发现采用xml这种格式传输数据的时候 是不是也能够把一个具体的数据的一个组成也给描述清楚呀 对吧 你现在看一下 相当于这里面呢就会包含了这么几个字段 然后字段的名字就是在监括号中说明了 然后字段的值在监括号包含的部分里面也说明了 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够把一种数据呢给你描述清楚 但是你发现 你去对比一下xml在传输数据在描述的时候 它节省空间呀还是json节省空间呀 是不是json节省空间呀 json节省空间 我们看一下同样去描述一段内容的时候 你就比如说 如果我们现在呢 把这样的一个xml的这样的传输数据 你如果想要去用json描述的话 json有多简单 是不是相当于大括号包含 然后呢紧接下来 发现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to user name字段呀 所以好了 to user name字段 放到这儿 什么以冒号来分割它的值啊 所以它的值是多少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就写了一个gh对应的866 点来点的东西 我们再去写了 可能有这样的值 然后紧接下来再跟一个to号 再加上件 再加上对应的值是不是可以了 所以你发现 采用这种方式的话 就少了一个闭合标签 而且呢还少了这样的一个xml对扩位的东西 所以相当于你采用json方式描述数据的时候呢 它的一个占用的一个大小 要比你xml要是不更节省了 所以当这个json格式一诞生之后 现在呢都习惯去使用json格式 而xml格式呢 因为它的比较中种 所以呢现在呢 在去传输数据的时候呢 就没有以这样的json更通用了 这是关于这一点 我们需要跟大家说明的wt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知道了微信给我们传送过来的数据 它被打包成xml格式之后 那紧接下来我们再来去看一眼 那咱们是不是就可以按照这样的xml格式进行解析 解析之后 然后我们再想要给微信用户 这个还回什么样的内容 就相当于微信向 呃用户向他去发送一条消息之后 微信服务器呢 把这个消息打包成一个 对应的xml格式的数据之后 把它发送给我们 发送给我们之后的话 我们在这里是不是就可以按照xml格式 解析之后 把它发送的内容是什么样的东西 谁发送的解析出来 解析出来之后 我们根据具体的内容去做决定 然后再给它往回反就可以了 对吧 咱们就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 解析之后再往回反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再来去反的时候呢 比如说咱们现在马上要做一个小案例 做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呢 这个案例很简单 但是呢 微信服务器它已经起不到作用了 比如说用户向这个微信服务器发送了什么东西呢 它无论发送了什么样的内容 然后呢 我们都想让微信再给它回的时候呢 按照原封不动的 它发送什么内容 我们再给它原样反回去 那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当中的话 它是没有这样一种规则 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就相当于我们通过自己 扩充微信服务器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这样去做了 就比如说 好了 就相当于用户呢 向公众号当中 发了一个消息 比如说发了一个你好 发了一个你好之后呢 就发送给微信服务器 微信服务器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会把它进行打包 打包成一个XML格式 这里面包含了你好这样东西 然后呢 它就会把这样东西呢 发给我们 发给我们之后 我们通过解析XML就知道了 用户发送的是这样的文本 然后呢 如果我们说 想要按照原封不动的 再往回反的时候 咱们说就把这个解析好之后 要把这个内容 再传送给微信服务器 告诉你就回复这个内容 然后微信服务器 是不是就可以把它 这个东西再传给微信用户了 这个过程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要按照这样的方式 来进行操作 那刚才我们已经解析到的 一个初步操作呢 就是能够把微信服务器 发送出来的消息解析 然后呢如果说我们决定好了 到底要给用户 返回什么样的消息的时候 那这个消息 我们得通过微信服务器 才能告诉给微信 所以这个消息的话 我们怎么把它这个东西 描述清楚 告诉微信 微信服务器 到底回传的是什么内容呢 这里面再来看一下 还有相对应的就是 再来往后走的时候 就是属于一种叫做 被动回复消息了 相当于它给我们收拾后 我们怎么去回 我们在去回的时候呢 这里面还可以去决定了 你可以回复普通的文本 也可以去回复图片 也可以去回复语音消息 这些通通的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按照这样方式去做的话 我们怎么把咱们的消息内容 打包一下 告诉给微信呢 微信就说了 我们要想回复的时候呢 还是要把你的那个消息内容 也打包成xml格式方式 你也要按照这样方式 把你的消息会打包成 打包成这样方式之后呢 那微信服务器 会按照你所指明的这种东西 解析 解析好之后 把具的内容提出来 然后呢 它会再把这个内容 推到用户的 那个微信客户端里面去做 所以相当于是这样一种流程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那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在形成好数据之后 是不是也得按照xml格式 给组装一下 再返回给微信啊 实际上这种方式吧 那这个流程 大家现在能明白 什么意思了吗 这个流程 所以现在来去看一下 我们所做的 咱们写的后端的 这样一段程序 就是我们所说的开发者夫妻 开发者夫妻跟谁对应呢 一个账号 一个公众号 就会对应到一个开发者夫妻 那我刚才给大家去提供的 这个开发 这个测试平台里面 实际上就是扮演了一个 模拟出来一个公众号 所以这个公众号里面 就跟这段程序对应起来 所以就相当于 用户发送给他消息之后呢 发送给这个公众号的 这个消息 微信服务器就会推送到 跟这个公众号所对应的 这台服务器里面来 然后呢是以xml格式推送过来 然后呢你要注意 这时候呢 仅仅是htp通信的一次请求过程吧 他还会等待我们的回应 我们的回应 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 咱们还要把这个数据呢 按照sml格式方式 再给你作为这次回应 回到微信服务器 微信服务器之后 收到之后呢 他就会把这个消息 作为本次公众号的 一个回复消息 再推给微信用户了 就是这么样的一种流程 好 这种流程说完成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可以去用代码 来去实现一下 咱们就可以去用代码 咱们就可以去用代码